嘩,這馬好厲害 主席短途掌盟主曾分奪秒,是香港的頂級短途馬,他的表現極為準誠,出道以來跑22場,全入三格,極速露起的耀木新星忠心勇士,他以三歲之靈,首次斷逐分級賽馬會短途錦標,輕鬆勝出,進而已實力。 紅衣聖神,曾經兩度勝出浪琴標香港短途錦標,今年賽道參賽,力增三年化,由李善訓練的七歲千馬,方華正茂,作戰經營豐富,今年2月曾經勝出一級賽,閃電錦標。 馬王美麗全城,擁有豐功偉績,他曾經七度勝出一級賽,今次是第三道,進軍浪琴標香港一里等標。 日本代表冠軍車手,今年分別勝出馬前紀元賽,和一里冠軍賽,實力強打。 由我法人分別的大競賽場,他頂出好馬,他今年分別在英國、法國,勝出一里冠軍賽。 夏威夷是賽岸馬房的亮眼神聖,但2019年香港打比大速的馬軍,最近就擊退強敵,贏出馬會一里等標。 日本馬後項目是國際知名的頂級賽區,他最近在秋季天皇上,做一次主任王者風範園馬。 天魔術曾經四度勝出一級賽,包括今年十月,贏出英國冠軍錦標。 又拍片,小小子。 今年四月贏出旅王者勝出光彩。 一年五月贏出旅王者勝出一級賽,四號什麼人? 韓國華。 老家白分年夜跳出香港,今年十月,曾經在沙田錦標擊大頂級對手,實力進一步提升。 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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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